嘿 你现在收听的是张敬韦的频道 现在时间是2023年8月16日 星期三的11点07分 大家好吗 又到了我们这个每周晚上 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生活琐事的时候 我最近比较常在台北市流达 虽然我是一个 真正的桃园人 桃园台语怎么讲 完蛋了 没关系不重要 拖横好像是这样吧 我发音一定有问题 whatever随便 但是就是我最近常都在台北市打滚 主要是因为 最近比较常跑台北的open mind 就去那边表演 然后习惯一下东西 这等一下也会稍微讲到 但反正呢 最近在台北市我做了一件 基本上只有在台北市 才会比较常做的一件事情 也许有些人在台北也不常做这件事情 但我觉得很可惜 因为这件事情在台北做算是一种 我不知道 算是一种文化吧 台北我后来离开台北之后 我才发现原来 在台北市坐公车的文化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台北市坐公车跟在其他县市坐公车 真的不大一样 因为其他县市坐公车 它那个班次都是固定时间的 然后它那个发车时间都是固定的 但是台北市就是什么 每10分钟一班或每15分钟一班 感觉发车时间就是不断连环发 你知道吗 那感觉真的完全截然不同 不过我在讲台北的这个坐公车之前 还有 其实我也有坐过台中的公车 然后那个时候坐台中的公车 也是觉得还不错 然后他们好像那个大众运输系统 有慢慢培养起来 但whatever 我今天就是要讲 这个搭公车的文化 如果你真的要深究这种搭公车文化 绝对是在台北市新北市 因为他们那个搭公车文化 真的尖锋时段 真的让你大开眼界 你知道吗 你到一个公车站 然后你要到一个你的目的地 你要到那个目的地 你可能可以坐什么 三到四辆公车都会到那个目的地 然后最扯的就是 每一台车来的时候 你上车的时候 还是一个位置或一个空间都没有 就是挤到爆 如果在尖锋时间你坐公车 你甚至就觉得天啊 明明这个班次一直来一直来 为什么每一台车感觉 就是都坐得满满的 当然不会说挤到像那种 什么日本地铁那种程度 但就是基本上你上去之后 就是每个空间都有站着人 然后以这种台湾人的那个 人跟人的距离来说 已经到了非常密的境界了 台湾人其实人跟人距离很远 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要挤公车 或者是挤捷运的时候 你就会常常发现 其实明明还有一些空间 为什么大家不再站近一点 那就是没错 就是大家不想再站近一点 我们就是这么的傲娇 我们就是不想要碰到别人 那当然就是挤到这种程度的时候 你搭公车就会有那个 很不舒适的感觉 你就想像一堆 有点酸掉的肉 然后全部没有包保鲜膜 然后塞到你家冰箱里面 然后当你那个 塞到冰箱摆一阵子以后 你把那个冰箱门打开 你就一面而来 扑鼻而来 就是那样子的气味 公车就有点像那个感觉 公车里面每一台车 都有在开这个冷气 然后它只要那个门一打开 你就可以判断 今天这台公车里面 有多少腐肉在里面 大概是这种感觉 但是我今天都没有要讲这些 我就是要讲 在台北坐公车的一个 小小的片段 反正那一天 因为我最近在台北走跳 所以我主要的交通工具 一样就是公车 WEMO 捷运 大概就怎样东西 我那天要坐公车去工作 我那天坐公车去工作的时候 有一个很小的片段 就是我坐在窗边的座位 因为我出发的站 算是离那个公车总站 算是不远 所以我上车的时候 刚好有个位置 我就去坐到那边 然后刚好可以坐到 就是我要去的地方的时候 人会下得差不多 我也可以很轻松地下车 总之就是一个 站进地利之变的 一个公车之旅 那总之呢 我上车之后 我坐到我最习惯的座位 我最习惯的座位是那个 公车的倒数第二排靠窗 左边或右边我不管 但是就是倒数第二排靠窗 为什么会坐在那边 因为那个座位是 空间最大的一个座位 它刚好是在那个 公车后轮的地方 所以它那个 脚的前面那边 会稍微有点隆起 所以你的脚可以 很舒适地放在 那个轮子的 那个上面 然后你可以看着 车窗外的景色什么 然后它也不是最后一排 因为最后一排 会有一种忽然高起来 然后很 很居高临下的感觉 我也很不喜欢的感觉 所以我就 特别喜欢倒数第二排的座位 如果你有在台北 甚至其他县市 你只要有搭过公车 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 总之我就坐在 右边倒数第二排的座位那边 然后一路往我的目的地前进 然后中途 那公车开啊开啊开啊 当然就是人上上下下嘛 那台北的公车 大家知道就是在 拼四名的这样开嘛 我真的不懂 为什么台北的公车 都要开得这么快 我偶尔啦 真的很偶尔的时候 会遇到那种优良驾驶 他开车的方式就会比较稳 比较慢 然后很像日本的公车司机 但是大部分的公车司机 就是那个油门踩不用钱的 每个人都在那边 不知道是要踩到哪里去 但反正就是那台车 开到了一个路口之后 我遇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事情 反正那台公车 刚好遇到一个红绿灯 然后他就停下来 然后我这人因为坐在窗边嘛 所以我的目光 其实是一直往车窗外面看的 这个时候呢 我就目光就移动到了 那个正对着我的 一个骑楼的底下 然后好巧不巧 那里就坐着一个 中分的中年男子 然后因为那个骑楼 整个骑楼就只有他坐在那边 所以当车停下来的时候 我很自然那个眼 我的目光就是很自然就 放到他的身上 然后他是一个 就中年的中分男子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人 可能就是什么90年代那种 那个时候不是很流行中分吗 好像郭富城还是什么小虎队之类的 大家都留中分的那个年代 那他还是就是留着那样子的 复古的中分 现在也很流行嘛 然后那个中年男子 他就坐在那个机车上 然后他的两只脚是放在 另一台机车上 所以他那个感觉很奇怪 他有一点像是半侧座的样子 然后脚这样斜斜的 如果要我形容的话 他就像一只那种 活在城市里面的小美人鱼 就那么妩媚的姿势 然后他是一个中分的 有点帅气的中年男子 我跟你讲 我超级政治正确的 如果有人觉得 我刚刚形容很奇怪 我就问你一句 男人不能叫小美人鱼吗 男人还是可以叫小美人鱼吧 只要他够小够美够人鱼 就是可以叫小美人鱼嘛 所以总之那个男生 其实就像一个坐在 我不知道 沉在海底的 两台机车上面的小美人鱼 这样子 然后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 当公车停下来的时候 我们四目相交了 对 就像现在讲 忽然安安静静 四周一片沉静 我们两个人就彼此望着彼此 你能感受到那种张力吧 你能感受到那个尴尬吧 我们因为红灯的关系 哪里都离不开 哪里都走不了 所以我们两个人 就像四目相交 然后他面无表情 我也面无表情 我在公车上 我当然就是 看东西的时候 就是面无表情的看 我也不会 你知道如果你在公车上 然后你看着路边的东西 然后自己忽然做一个表情 那个都超级神经病的 哪有人会这样 但是 总之呢 我跟大家四目相交之后 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大概目光 交会了大概三秒钟之后 我忽然心里有一种念头 就是说我不能输 我不能先移开目光 因为他也没有要移开目光 所以我也没有要移开目光 我们两个人就四目相交在那边 那一瞬间你知道吗 我真的不知道 我自己在看的是什么 我究竟 我也有一点分不清楚 这真的是现实 还是它是一个虚无的幻想 就是怎么会有 路上会有这种人 我第一次遇到一个人 是他可以跟我一直四目相交 然后他一点都不害羞 或者是什么的 然后我们就四目相交在那边 我就心里就在想 这是鬼吗 还是佛呢 还是我心中的幻想 还是我的良心 还是他是魔鬼 就是各种可能 在电影里面常常出现 就是那种 在远方忽然盯着你看 然后你就可以看着他 然后可能中间有一个东西 一打断他 他就消失了 那样子的人 他就像那样子的角色 然后我们就继续看着 彼此 然后我心里就在想说 不知道红绿灯 什么时候才会绿灯 但是我还是继续看着他 面无表情的看着他 他也面无表情的看着我 我那个时候心里 其实还有另一个念头 就是说 这应该算是一个 蛮浪漫的时刻吧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看过王家卫的电影 王家卫有一部电影 他就是跟女主角说来 就是什么 我们来等一分钟的时间 他就看着表 然后跟那个女主角说 我们来等一分钟的时间 然后结果两个人就静静的 看着那个表 然后绕了一分钟 然后最后那个 好像中间的结语 还是什么 还是一个旁白吧 就跟大家说 现在这个一分钟 就是属于你我的一分钟 我们在这个一分钟里面 就是只有我们独立存在 然后这个一分钟属于我 也是属于你 这就是我们最私密的时刻 在这一分钟 我们好像建立了某种私密的关系 我们仿佛我不知道 bounding 我们结合在一起 这种感觉 我在那红灯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跟这个人 好像绑在一起 我们好像不知道 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一种 我不知道情感开始产生了 然后这个时候 就当我想到王家卫 然后想得快要结束的时候 绿灯了 我就听到那个公车是一排档 然后车子开始缓缓的移动 这个时候有东西不一样 我们还是一样拭目相对 但是车子开始移动的那一瞬间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他的嘴角上扬 他微微一笑 然后就在那一刻 公车开始开走 然后我们的目光再也不是相对的时候 我心里就想 就他笑了 笑屁啊 你笑屁啊 我真的超级觉得莫名其妙 你到底在笑什么 他最后为什么在最后一刻 我们一起目光相对假 就是说一分钟的时间 你为什么要在最后一刻笑 你知道吗 他笑的那一刻 我心里就觉得说 你是不是疯子啊 你根本就是疯子 我刚刚 我马上一个回神 就是我刚刚跟一个疯子 相似了一分钟 最后他居然笑了 到底在笑什么 气死我了 笑屁啊 我不知道 那个moment我真的是 真的是觉得这个 这很荒谬 这真的很荒谬 到底是 他到底在笑什么 我到现在都还是搞不懂 他到底在笑什么 但他那个微笑 真的就是留在我脑海中 我心里真的是觉得你笑屁啊 你到底在笑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到底是要 你知道 不知道到底是要感到不舒服 还是要感到舒服 还是要觉得说 那个其实是一个 就是弥勒佛的微笑 还是什么的 我完全不知道要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但这就是我上周在台北是一个很有趣 很莫名其妙的一个时刻 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经验 跟你们分享会有什么样的启发 或者是什么的 可能就是平常不要随便跟人家目光相对太久 诸如此类的 或者是说你如果想要一个很神奇的经验 就去找一个愿意跟你目光相对的人 然后也许你们就可以产生一些 我不知道 这种炎炎夏日之中莫名其妙的一个时刻 天哪 反正很好玩 跟你们分享一些人生的小片段 我喝一下水 上个礼拜其实还有一些事 我最近就是在台北的时候 就是常常去讲Open My 也没有常常 就是我现在尽量就是每周会有两天的练习时间 然后除了我这个录这个Podcast 在练习我的口条之外 就是还有上台表演的时候 因为就最近想说 还是把这一块就是有点像是 Public Speaking吧 就是公众 这个叫什么 公众发言 公众大众演说 这一块还是要有一点点这样子的技能 因为在这个时代 你多少需要接触一些宣传 要上一些课 然后到了我这个年纪 很多人就是什么 你能不能来帮我们分享一下什么东西 然后你知道我过去其实虽然不多 一年大概可能有一次的 这样子的邀约 我大部分都是推掉 就觉得说 我就是不大会上台讲话的人 干嘛又叫我去做什么 Public Speaking 我最不会上台 所以最近想说 好啦好啦好啦 我把这一块稍微大概补起来一下 所以就想说 那最简单的练习场地 就是Open My 他就是你写一个稿 然后上去讲讲笑话这样子 那另一方面我也是算是半个喜剧演员 好啦这样讲有点没骨气 我就是喜剧演员 所以我就是要去讲Open My 继续朝向这个喜剧的航道 伟大航道往前进 大概是这样 但我是不是上周有 好像这个我已经忘记是 哪个时候发生的事情了 最近我的那个生活啊 因为就是有点太太丰富 所以我有的时候那个时序会被打乱 我去乐悠悠之口的事情 有没有讲过啊 所以应该是上周去的吧 好我没有办法确认 但是反正呢 我之前就去那个乐悠悠之口 这个场地表演 然后因为这个场地是最近得储 就是我们之前有提到的那个喜剧演员 他自己开始尝试的去主持一个新的 Open My 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啊 因为我们最近其实就是喜剧的活动 慢慢有越来越热络的感觉 那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自己去找场地啊 然后试一试试看说 能不能把一个场地经营起来 或一个活动经营起来 那得储也是就是非常认真的一个喜剧演员 所以他就自己想说 好那我就来办一个Open My 然后一个月可能有什么 一两场两三场之类的Open My 然后他的场地就在乐悠悠之口 那这是我第一次去那个场地 所以因为我过去去过的场地 就是卡米迪跟那个23 Comedy 23这样子而已 然后还有四楼 新竹的四楼 之后可能还会去更多场地 那乐悠悠之口算是我第三个去的Open My 场地 那这一次去的时候 其实就觉得 这个场地其实蛮不一样的 然后 好啦就直接讲好了 总之呢就是那天演员表演完 在这个乐悠悠之口表演完之后 大家都觉得那个气氛啊 一直没有办法堆叠起来 那当然这件事情有很多原因嘛 例如说我们那天表演的人的line up 就是大家的表现方式是什么样子啊 或者是说主持的感觉是怎么样啊 或什么的 然后 总之 因为一直没有办法 或者是说观众的组成是什么样子 反正就一个Open My 到底顺不顺利 其实跟很多的那个因素有关 那他真的有点像是那种 开 开盲盒的那种感觉 就是你今天可能抽到大奖 那现场的气氛 真的是炸到一个翻天 然后也有可能说 今天大家 反应都比较含蓄一点 那演员表现可能也没有很好 那今天的场子 可能就相对比较冷一点 都有可能 所以其实看Open My 其实蛮有趣的 那我们再次去那个乐悠悠之口啊 因为我们 我跟 我跟小欧 然后好像还有谁啊 巴斯吧 这几个人是 礼拜四的时候 有去乐悠悠之口 然后礼拜五的时候 又有去二三 在讲差不多的笑话 就是当然我们会有做一些调整 但是其实基本上 结构上是差不多的东西 然后我们其实很明显的感觉到 礼拜四的时候 那个气氛会比较 比较冷一点 那礼拜五的时候 其实笑话的效果 好像有比较好一点 所以我们就很好奇说 这到底是 我们这两场演出 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 或者是什么样的感受 那我们后来聊一聊 其实就是觉得说 有可能跟那个场地啊 有一点点关系 当然不是绝对啦 但是它跟场地 有一点点关系 因为像巴斯 他可能就跟我分享说 他觉得他那个场地啊 例如说灯光的感受啊 或者是说舞台的深度啊 或者是说现场的摆设啊 比较像是一个看团 就是感觉不是一个看 Stand up comedy的那样子的空间 所以那个气氛啊 就有一点让人家觉得说 我过来 然后坐到这个场地 然后看台上的人表演 就这样 可是Stand up comedy 单口喜剧这个东西 其实是需要台上的人 跟台下的人 要有互动性 要有连结感 这样子的一个场地 所以总之 但是我也有跟得出讨论这件事 他就说 那反正 因为他也很好奇这件事情 他当然也是希望说 他的open mind 能够很热络 然后很开心 很热闹 大家来都不要觉得说 好像有点拘束的感觉 所以他就说 他可能之后再去调整 对啊 我会跟你们分享 是因为可能大家 看喜剧这种事情的经验 或什么 没有那么多 那从演员的角度 去看这件事情 其实也蛮有趣的 所以如果大家下次 如果有来open mind的话 然后你觉得说 或者你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大家在哪里 有人可能在美国 你去美国看open mind 或者在台湾看open mind 或者在马来西亚看open mind 日本看open mind 你也许都可以去观察 这些东西 就是说 今天的场子 感觉怎么样 或者是场地 感觉怎么样 然后今天的表演者 状态怎么样 这些东西 如果抽出来看 其实我觉得都蛮有趣的 就每一场都有 每一场的 那个不一样的化学效应 蛮有趣的 那我们后来当然 就也有稍微 像我们讨论这种事情 最后也会讨论到 到底怎么样的open mind 算是一个成功的open mind 当然最成功的情况 就是场子很热嘛 观众也玩得很开心 演员也玩得很开心 这当然就是 大家就是一个 很开心的夜晚 通常这样就是最成功 那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觉得 当然这个就是 我自己的想法 也许有错或什么 但如果大家如果有 能够分享了什么 我都觉得很棒 如果大家有回应的话 可以去YouTube 上面留言 大家就一起来讨论 我觉得就是open mind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素是 应该不局限于open mind 现场喜剧 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素是 全场要有一个 playful的感觉 什么叫 playful的感觉 playful就是 大家都要觉得 玩得很快乐 大家都要 有一个玩性在 你知道那个感觉吗 就是 就是有点像是 大家出去喝酒 然后都喝开了 喝开了就会开始乱开玩笑 然后肢体会变大 然后小小的一点点 很简单的话就可以 大家就会笑得很开心 就是有点像是玩开了这样 然后可能就是 玩开了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观众可能会 随便搭话 他就会随便 例如说跟台上的表演者 因为他觉得他跟你很亲近 他觉得他跟你就是 一个好朋友的感觉 然后所以他在底下 就会想要跟你讲话 例如说你问 底下观众说 什么什么什么的时候 台下的观众 就会随便丢出 他们脑袋里面 想的第一个反应 然后有的时候 也许太热络 可能还有六七个人 七八个人 都在跟你讲话 然后你就听不清楚 他们讲什么 就是那个气氛 其实是最好的 那个气氛其实最好 所以那个其实我觉得 就是一场成功的 现场喜剧活动 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要全场都玩得起来的 那个气氛 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好了 这个是我上个礼拜的 一个饭局所感受到的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气氛 反正就是那个时候 我为什么会举这个例子 是因为这个例子 可能有一点冒犯或什么 但大家就听一听就好了 但总之呢 就是我上个礼拜 去吃了一个饭局 是在那个 喜来登的成员里面 如果不知道喜来登的成员 这家餐厅的 我跟大家讲一下 它的位置是在那个 散岛市站那边 然后成员是一间 它算是什么 一间港式吗 港式料理吗 还是什么的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一个米其林的 一个餐厅 很厉害的一个餐厅之类 然后它就在那个 喜来登饭店里面 然后我们那天去吃饭的时候 等一下我会讲一下 它有多少吃 但是 但是我先讲一下 就是那一天那个气氛 反正就是 就是我们是一群很熟的朋友 然后大家就是聊天嘛 什么的 然后很热络 然后气氛都很好 然后我们就聊到韩团 韩国的团体 然后当然就会聊一些 就是 谁最近是在看什么什么 然后其中一个朋友 他就说他很喜欢看 Blackpink的Lisa 然后他就说他很喜欢看Lisa跳舞 然后Lisa跳舞很厉害 所以他看Blackpink 都在看Lisa跳舞 然后最好笑的就是 旁边还有一个朋友 他就直接跟他说 可是Lisa是泰国人 他说可是Lisa是泰国人 然后我们全场都笑死 你知道吗 我直接受不了 我就直接吐槽 他说你刚刚这个超级歧视的 然后他就有一种那种 很尴尬的表情 对不起 但全场真的反应是爆笑 不是傻眼不是什么 因为我们真的太熟了 只是觉得他就是居然用这种 就是 我真的完全没有想到 我会听到这么歧视的言论 然后用这样子的 在这种场合里面 然后直接被讲出来 我知道大家已经觉得 如果你很政治不正确 不是你很政治正确的话 你听到这边 你一定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坏人 但是他不是坏人 然后他也没有 其实他也不是 好啦 他有带着那个歧视的偏见 但是因为我们那个场合 是非常热络 然后非常开心 非常playful的 所以是能够容忍这样子的 言论出现在这边 然后 我不知道怎么跟大家形容 但是例如说 就算他有紧绷也被我的吐槽 其实就化解掉了 然后大家还是很开心 大家也不会觉得他是坏人 大家其实也没有歧视的意思 然后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我在讲的那个气氛 playful的气氛 open mind playful 就是大家都开得起玩笑 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觉得一切都很有趣 就算是那种很伤人 很尖锐 很可怕 你如果直接把它写下来 po到网路上 会直接沿上的那种言论 在这样子的气氛之下 其实存在的时候 他那个伤害性是非常 没有那么多的 对 所以我就是要用这个饭局 来跟你们讲说 这个是 就是我想要讲的事情 当然我们后来还是有聊一些 就是跟其他韩团的事情 我们那天还有聊到一个什么 我们那天聊到New Jeans 如果你跟韩团不熟 反正你就这些东西就听一听 New Jeans就是一个最近 韩国用非常的大力量 推出来的一个团体 然后他们的年纪非常小 算是一个新推出的团体 他们平均年龄大概是 15 6 7岁而已 好像平均年龄好像17岁 然后最老19岁 然后最年轻好像15岁 就是一个很新很新很新的团体 然后我那天就是跟朋友 因为他就说什么 其中一个朋友说 他拿到那个Blackpink的票 然后他就毫不珍惜 他就觉得我根本没有在看韩团 这个是什么团 我才不管 然后就被我们所有在场的 其他朋友齐声谴责 就说你拿到Blackpink的票 然后你还不去看 然后就说你还不送我们 真的是太过分了什么的之类的 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 如果你有拿到你未来如果 因为他好像是做公关业 还是什么 我就说你如果未来你拿到那个什么 New Jeans 你要记得 New Jeans 新牛仔裤 如果你拿到这个团的票 拜托让给我 让给我 然后结果他就呛我说 New Jeans 他们也太年轻了吧 你怎么会看这种韩团 然后我当下就是很尴尬 我回答他说 看看可以吧 看看可以吧 青春可爱可以看吧 我真的是觉得 虽然我当下是这样讲 但是我后来回想起来 然后我当下反省 就觉得 天哪 真的 他们真的好年轻 15岁 最年轻的15岁 15岁是什么年纪 高一吗 高一 天哪 你知道吗 那个年纪是我 如果大学毕业 刚开始出社会 结婚的话 我就可以生得出来的年纪 我已经可以生出New Jeans 我的妈呀 然后我现在居然 就是在看New Jeans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我不知道 就如果你真的抽出来看 就是想一个中年大叔 然后在看New Jeans 忽然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但这就是现在的事实 为什么 奇怪 我要摆另一个姿态 为什么 为什么中年大叔 不能追求青春偶像 为什么 追求青春偶像怎么了吗 我看到年轻人很 积极向上 努力表演 努力上进的 挥洒青春的模样 也可以为我带来动力啊 对不对 这样应该也算一种 政治正确嘛 对不对 为什么 为什么 我怎么要看 为什么就是要觉得 这样是很恶心的行为呢 好了 不要再讲了 我越讲越好笑 但反正我们那天就是 在那个气氛里面 就是不管讲什么 不管多冒犯 或者是多恶心 或什么 最后大家都 其实都笑得很开心 我就觉得 成功的Open Mind 其实就是那样子的气氛 那样子的气氛 需要很大的 例如说信任感 或者是 大家都在玩的那个氛围 所以 大概就是那样子的 那个目标 那就是我们的目标 那我这次去吃这个成员 其实觉得很赞 你知道吗 我真的很推荐大家 虽然它是很贵的餐厅 它真的很贵 其实我现在还是不知道多少钱 但是就是 它是一个很贵的餐厅 就是你只有跟那种长辈 或者是说办婚宴 或者是各种情况 就是或者是 真的是大餐的时候 你才会去吃这样子的餐厅 但是我真的很推 我就觉得他 我们那天点的每一道菜 几乎都没有雷 都是好吃 就真的好吃的东西 然后他 他好像有一个很招牌的菜 就是那个 片鹅 它的烧鹅 好像非常有名 然后我们那天 就是有点这个烧鹅 我真的要跟你说 真的有够好吃 真的好吃 那个吃下去 我真的觉得 它应该是我吃过的鹅里面 数一数二好吃的鹅 就是你吃下去 就会 这样 该好烂的形容 我到底在干嘛 反正他吃下去 那个鹅肉非常软嫩 他不会 他不会有一种 我不知道啦 我吃鹅 有的时候吃到 会有一种那种 沙沙的味道 或者是有一种 很奇怪的口感 但是他的鹅吃下去 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他鹅可能他的油脂 比较饱满 或者是什么的 所以 一下去 一下年的嘴巴 他就是一个唇齿 流香 然后整个嘴巴的 那个鹅味 都这样迸发开来的感觉 然后他 除了他的鹅肉软嫩之外 他里面那个香葱跟酱 那个比例抓得刚刚好 所以 是完美的混合在一起 所以当他吃下 他吃下嘴的时候 他每一个气味 都像是烟火一般 会一段一段这样 啪 啪 啪 这样 在你的那个 漆黑的味蕾 你的嘴巴闭在一起 那是在你那个漆黑的味蕾里面 迸发 绽放 非常的爽 真的很爽 那个香气 真的是用喷的 香气不是是 慢慢这样飘散 或者是 萦绕在你嘴巴里 不是 它是用喷的 你直接就可以感受到 那个真的像 完全像烟火一般 在你的 黑夜的嘴巴里面绽放 然后他那个鹅 虽然是油 可是又因为 它有那个青葱的关系 所以你连它那个片额 它是把它做成像 用那个饼把它包起来 帮你包得好好的 然后你吃下去的时候 因为它虽然很油 但是它又因为有那个青葱 所以它不会感到油腻 你知道吗 它不会油到像你吃 那个素食餐厅的东西 就觉得整个嘴巴都是油 不会 它吃下去就是 有一种 很舒服很平衡的感觉 然后你轻葱在多吃几口的时候 它会有一种微微的 呛辣的刺激感 然后当你还在沉浸在 那个呛辣的刺激感的时候 在那个味蕾都还在感受 那个酥麻的那个时刻 那个甜酱的那个香甜 就会像海浪一样这样 一瞬间涌上来 然后抚平你嘴巴中所有的刺激 留下一个非常平静的清香感 这就是我这次去吃这个 喜来登的成员的一种 整个感官的感受 我全部都形容给你听 你最后你吃那个片额 吃到那个片额包饼 饼包片额的时候 你就像坐在那个夕阳的海岸 看着落日 然后眼前那个海坡轻轻荡漾 你就会只感到无比的满足 它就是一个身心灵的饗宴 你知道吗 我吃它那个片额 我就觉得真的太好吃了 我好想要多吃几片 可是就是现场 就是大家 我们也是十几个人在那边吃 所以每个人就只能吃个一两片 但是你就会想说如果这片额 这十几片全部都给自己吃 多爽 总之我就推荐大家 就是这个喜来登成员的片额 这个应该说是烧鹅 好像是这个广式还是港式烧鹅 来大家可以去吃吃看 非常好吃 我怎么讲到这边 好了 我喝一下水 好了 今天我觉得其实节目 其实就差不多录到这边了 我也分享了很多我的经验 我觉得我回到台北以后 就最近生活比较多在台北 我发现台北的人事物 还是是蛮有趣的 就是经过这几年 我活在桃源 然后过着比较平淡的生活 过着比较人烟稀少的生活 然后过着大部分的时间 都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做任何想象的生活之后 然后回到台北市 我好像开始可以用一种 外地人的身份 来看台北的各种现象 或者是来品味台北里面的 各式各样的人 因为其实台北人 他已经不是一个人种了 你知道吗 而是应该是在台北生活的人 因为他其实是有很多外线市的人 然后有很多新北市的人 他们都聚集到台北市 然后所以你在台北市出现的 各种行为 他其实不是台北市的行为 你知道吗 而是台湾人聚集在台北之后 在台北生活 所演变出来的一些行为 所以其实是一个 蛮有趣的一个观察现象 他已经不是一个地域性 就是这一块的人 所作所为有个特殊性 不是 台北市因为真的是 混杂各地的人 所以他是各个地方的台湾人 聚集到台北市 又闷又热 城市氛围又混杂 他有着莫名其妙的夜生活 还有各式各样的什么 艺文材 反正就是各式各样文化的 交杂的大熔炉里面 然后大家拼死拼活 想要好好过生活 想要获得快乐 所交杂出来的 一个 一种生活形态 或一种行为模式 然后每个人当然都有 面对这样子的庞大的系统结构 都有各自的小撇步 或者是说发展出一种行为 然后你再因为这个行为 也许真的很棒 或者是说很适合在城市生活 然后你分享出去 然后也有很多人就照你这样子 就这样一起去 你知道吗 磨合跟这座城市磨合 我也不要讲台北市 就跟大台北地区来磨合 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我开始好像他们已经 因为我现在算是一个 异乡子弟 我现在算是异乡人 我现在算是外地人 所以我现在从这样子的角度 去看台北市 我就觉得 其实蛮有趣的 如果我未来还有其他的 奇闻异事 或者是说 有一些看事情的角度 我再跟你们分享 好了 今天节目就先录到这边 谢谢大家收听 我是张景韦 我是张敬韦 总之呢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